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得很好 不管你的动作太多了 在台上的肢体 我们是自己看不到的 那老师在这方面真的是跟我点出了很多 当你先想风景 你没有这样摇来摇去的 你先看到了 看到了 那个月 你要给它 月亮 月亮 是啥 像你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游游是那童年给你活 啊 我摇着船 唱着那葡萄的歌谣 歌声随风飘 飘到我的云上 云上扛着泪 像你跳弯弯的河水 弯弯的河水流流 流进我的心上 我的心充满愁愁 为那晚安的月亮 只为那晴天的转庄 还唱着过去一个摇 啊 不想的月亮 你的弯弯的游戏 穿着我一胸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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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嘅 浈腦一夜空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相,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游泳,是那红年的迷我。 哇,不错啊,最后还摆了个来佛寺铜像的样子,哇,月亮在这边的,我刚才在你身后也有一轮月亮,是,是,陈俊宏也是,我们参赛者当中有特殊嗓音的一位参赛者,听说你现在有比较多的时间来陪伴你的父母,感觉如何? 如何?好开心,对,对,对,就在大概五六年前,我做了这个很大的决定,那我到目前没有后悔过,你看王妈妈,王妈妈这个前面,有,有,有,好可爱哦,所以也比较有时间来唱歌,对,对,唱歌本来就是我的兴趣,那是,就一直很喜欢音乐,所以就无忧无虑的唱歌,对,好,那真的是太棒, 人生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是,负负何求哦,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评判怎么说? 俊宏,刚才你唱这首歌呢,我跟着你的目光,找月亮,找小船,一直跟着你的,我就是很,很忙就对了,你看哪里,我都跟着看哪里,所以我觉得你有引导我进入你这首歌曲,心里有图,就有唱出那种感觉,我觉得已经,已经画面,那画面,整个画面都已经在这边, 然后你的,你的音色真的很特别,我觉得你的声音有一种surround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好像你的声音就真的在我的,然后一直在那边,环绕音响,环绕,环绕着,做了这么多系列的评审,我觉得你是第一个我听到这么干净的一个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黄金年华,找到宝了,好 你的声音真的给我们带来这种,很,很,很清洁,很高雅,因为你里头有一个愿意,牺牲放下,因为有这样的内涵,才能够有这样的声音展现出来,所以我期盼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你想歌唱得好,你内心的力量很重要,你内心的世界到底是,什么状态,什么画面,那很重要 你继续加油,谢谢,继续加油 是,凯欣把你讲得好像圣人一样 他也就是说你的世界很纯净,所以唱出来的歌声也很纯净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张养兴大哥 你的样子和装扮很配合到这首歌 当然你的声音真的很干净,而且很有特色 不过我觉得你的那个大小声的控制啊,还可以再加强 谢谢 君宏,我觉得你很会利用我们黄金舞台 从坐着,站着,到走到台上 你都有感情,有动作,有表情 这是对的,但是你整首歌K拿得太低了 所以你的声音释放不出来 那边哦,声音太过低了 应该要高亢一点 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唱高一个Key 声音就更能示范出来 把这个感情给表达出来 OK,好不好 好,加油,加油 我是陶醉在她的陶醉中 是一直被你,真的是一直被你的那个动作 各方面都被你牵着走了 但是要小心,因为你可能走动太多的时候 而且你的音音很快就下去了,对吗 都没有给你放松了一下 然后突然就下来了 所以感觉上你好像要慢拍,又好像要快拍 所以这是个很危险的那种感觉 因为其实我们欣赏你的声音 很美,很... 很近人 对,很优雅 然后你会被牵着走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说,我陶醉在你的陶醉中了 好,谢谢,谢谢老师 陶醉中其实她有一把非常非常美的音色 所以在选歌方面,我就说 弄好的声音要选一些比较适合她的歌曲 要怎么样制造那个所谓的surround sound 就是要自己制造一个那个回音 声音里发出来要一个回音 她的回音回来的话,她就整个圆了 如果你不会把她拉回来的话,就是扁掉了 她的尾音就扁了,扁了就没有这样好听了 不过她不错了,她也能够做得到,有些做不到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好 不过有时候他们的吸收能力就是没有加强 不过她的吸收能力很强 我蛮期待你接下来的歌 因为接下来的歌也是很喜欢的 你先跟我来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今天老师都快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你看,你看,你看 因为我们的学生的歌,我们也是很喜欢 很喜欢 豆哥敬意啊,最重要当然是歌声 你再强调,歌声很重要 我看到你,就看到我可以退休了 不是吗? 她就是我的接班人 好可爱的接班人 谢谢,谢谢 对,当然我们这两场的这个复赛 八位参赛者的歌都已经唱完了 是,应该是公布成绩的时候了 非常的紧张 同样的,我们今天只是公布分数 并不会公布到底是哪一些学员会进入我们的踢馆赛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四位得分的情况 最高分的就是 请看 编号四的黄绿霞 编号三,青阳 编号一,红汉明 82分的得主呢 编号二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四场复赛 就是这一场的分数状况 请看 84,83,79跟78分 哦哦 所以第三场复赛的编号一跟编号二 你们就被淘汰出去了 凭着精益求精 尽善尽美的原则 我们决定在两场复赛结束之后 才让四位得分最高的参赛者 晋级到下一个回合 而分数最低的四位 就必须离开黄金舞台 那第四场复赛我们看到分数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 这分数是属于哪一位参赛者的 首先我们要公布第一个分数的得主 是最低分 到底是谁呢 请看 哦 那就是编号六 沈武冲 武冲今天已经很努力了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们回去再接再厉 好 OK 谢谢你 谢谢你 来掌声鼓励鼓励 再见 接下来我们要公布最高分的得主 84分得主 还是编号几 几号 5号 84分的得主 请看 编号八 陈俊宏 哇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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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是 您的环绕音响 的确是让我们的评判 还有导师们非常非常的喜欢 果然是继胜一筹 好 接下来公布的是 83分的得主 我们开始几号 几号 5号 那么肯定 请看 别号五 许一斤 恭喜 恭喜许一斤 那也就说79分的得主呢 也就是我们的 果物大哥 果物大哥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参加 给他掌声鼓励 恭喜四位成功晋级 他们是第三场复赛的 黄丽霞和青阳 以及第四场复赛的 陈俊宏和许玉芝 另外四位战友 请从失败中吸取经验 重新振作 那也要再次的恭喜 我们这四位 能够进入我们 七管赛的朋友 是的 恭喜你们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争取更亮眼的成绩 继续跟老师学习 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 这第四场的复赛 就圆满结束了 我们要谢谢 我们的评判团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辛苦了 也要谢谢我们 老虎功高的四位导师们 辛苦了 那下个星期 同样时间 同样频道 第一场的踢馆赛 你绝对不能错过 请继续收看我们的 黄金年花痴 斗歌敬意 那你要还你 这感觉就好像你拿着一把刀 然后你就在外面这样捅着 金如刀割 真的给你割到了 你知道吗 你都让副歌的时候 你要打架的这个样子 对对对 你怎么适当我 今天来踢馆的 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你不要太残忍啊 替你的学弟啊 黄金年花痴斗歌敬意是由 Thompson Livrin 包干他醉行协力赞助 你的感觉就好像你拿着一把刀 然后你就在外面这样捅着 黄金年花痴斗歌敬意是由 Thompson Livrin 包干他醉行协力赞助 以下请继续收看我们的 节目翻级为辅导集 建议家长陪同孩童观赏